8月4日是让印度聚国振奋的一天 不是因为印度在奥运会上拿金牌了 而是因为印度的首艘国产航母终于在首次下水8年后 完成了首次试航 据央视报道 历经多年后 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4日开始首次海上试航 印度海军发布了相关的视频 并称维克兰特号将于2022年上半年服役 国防部长信格称 这一天是令人自豪的历史性的一天 许多印度网民也在各大社交媒体上欢呼雀跃 维克兰特号是印度有史以来设计和建造的最大最复杂的军舰 是印度首次自行建造的航空母舰 由科金造船厂负责建造 1999年印度议会批准的IAC计划 同意印度海军制造一艘国产航母 该航母于2009年开工 2013年第一次下水原定于2014年服役 但直到2015年第三次下水以后才展开西装工作 从2015年开始 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西装工作进展缓慢 直到2019年上半年都没有什么起色 不过从2019年开始 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的西装工作有了一定进展 舰导动力系统等关键设备开始逐渐安装上舰 字幕志愿者 近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直到19第二次 primera